好,我们接着讲Android Studio的快捷键 我们知道一款软件你的使用效率是否高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对这个软件的快捷键的使用 那么我们看一下Android Studio的快捷键的设置 同样的按Ctrl-Alt-S我们呼出设置对话框 好,我们看一下这里选择KeyMap Android Studio做的比较好一点的地方 就是它内置了很多软件的快捷键 如果是说你从其他平台比如Eclipse,JBuilder 迁移到Android Studio中 那么你可以把之前使用快捷键的习惯给带过来 我们看一下它这里有个设置 这里Modern是Default,是表示Android Studio自己带的 那么这里还有Emacs,Vacial Studio,然后Eclipse 那么如果是说你选择Eclipse 此时所用的快捷键的方式就是Eclipse的快捷键的方式 所以说你基本不需要学习成本 但是我这里还是推荐大家使用默认的 毕竟一款软件它有自己的一些特色 它有些快捷键是Eclipse或者其他的没有的 这下面是它罗列了一些可以使用快捷键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我们打开展开这个EditorAction 这里会有一些,这边是说明,这边是它的快捷键的设置 比如这里有个Delete9,那是CtrlY Delete9N的,这里如果是说我想加一个快捷键怎么办呢 双击这个地方空白处 然后这里会让你选择加一个键盘,一个鼠标或者是说一个缩写 那加一个缩写是什么意思呢 好,我们现在添加一个缩写 比如这个叫,我们叫DLE 好,我们刚刚添加了一个命令的一个缩写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使用呢 双击Shift,打开SearchAreaWare的一个对话框 记不记得我们刚刚的缩写的名称是什么 DLE,也就是说我这里可以快速的呼出这个命令 然后去执行它,比如说我们现在鼠标移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选DLE,Delete9N的回车 那么它就会执行我们之前设的快捷键的一个命令 这就是它的一个缩写的一个使用 好,我们把它还原回去 那其他呢,比如说键盘呢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比如说Counter几个快捷键 那鼠标呢,同样的 比如说你Counter加鼠标 它也是一个总快捷键的方式 好,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 我觉得比较有用的一些快捷键 因为这里快捷键很多 需要大家自己下去慢慢去学习 如果是说这里全部给大家介绍的话 是比较费时间的 好,先介绍几个快捷键 第一个快捷键呢 是按住CounterShift加out键 然后你去点击鼠标 我们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看到它这里出现了五个光标 对吧 那么它就是说可以复制中标 那么我们输入一些字符串 可以看到它所有光标的地方都可以显示这个字符串 这对我们去输入一些重复的文本是非常方便的 同样的算处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经常在写的时候写代码的时候有可能会去就是说 拦除一行或者复制一行 那么复制一行是CounterD 先回来复制一行 CounterD 对吧 能够复制当前行 如果我要算出当前行呢 是CounterY 好,还有一个是移动鼠标 很快的把这个光标从一个单词移到另外一个单词 好,方法是Counter加箭头 它可以看它的跳跃方式 同样的 很快 那如果是说有些代码 我可能需要调整它的位置 比如说我这个initialUI 我希望能放到这个register的后面 我按住Counter加Shift 然后动上下箭头 那是不是就可以交换位置 这样可以方便你很快的调整一些代码的一些结构 然后还有比如说我这个函数之间 我也可以调换一下位置 比如我想把这个initialUI放到uncreate的后面 那同样的在鼠标移到这个函数上 然后点击Counter加Shift 然后上箭头 它这样子就一个函数的一个跳用 好 我现在就移到了这个uncreate的后面 我现在就移到了这个uncreate的后面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快捷键 比如说是呼出大纲 Counter加F12 这个时候你可以在里面随便搜索一些你要找跳到的你要的一个函数 uncreate 对吧 然后还有查找 好 我这里也要说一下的 它这个查找比较好的意思点 就是说它能够把你的负值和读取给区分看 我按住alt加F7 实际上它就等同于这里的fine的usage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命令后面的快捷键是alt加F7 那这里它就把我这个变量所有引用的地方给列出来了 然后这里可以大家注意 首先它得列出来 这个是一个field一次段 然后这下面是哪些地方读取了这个值去引用了它 哪些地方给它负了值 比如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变量的值是莫名其妙被改变了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找 这个在哪些地方去写了这个变量的值 还用了一个比较多一点的是重命名 或者叫重构 它能够自动的把你的引用给重命名 比如我们这个thin的button 我现在觉得这个不是很明显 我不需要 我想要缩写了 这个时候我选中它 然后用shift加F6 好它会出现一个红色的框 然后我们这里可以写button 大家注意到没有 所有使用这个button的以后 觉得我的输入字母也会跟着变 然后回车 好这样子就重命名了 非常方便的 还有一些什么呢 比如说是长量 我们比如说有一个i等于这个30 我们知道在代码里面使用这种magic number 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一种风格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对它进行重构 把它变成一个长量的声明 那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选中它 然后用Ctrl Alt加C 这个时候它会自动的给你变为一个长量 然后我们只需要给它定义它的一个意义就好了 好这样我们就进行一个重构了 好我们回到快捷键设置的按钮 因为这下面的内容很多 那如果是说你想了解 你想找某一个功能 它的快捷键是怎么使用的 那你这里可以输入 比如说我要找一个delete 好这里就有 它会把所有与delete相关的这个内容给输出出来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去寻找 你要自己的条目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问 如果我想搜索快捷键怎么办呢 我们注意到 这边有一个按钮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它就可以支持对快捷键的搜索 比如说刚刚我提到了一个Ctrl加F12 对吧 是打开一个文件的一个大缸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点击在这里输入Ctrl加12 Ctrl加F12 好 它是不是把这个搜索的出来了 对吧 所以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寻找 哪些快捷键被哪一个命令给占用 好 再次点击它 回源 关于Android Studio的快捷键就讲到这里 听完课以后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熟悉Android Studio的快捷键 这样子能够让我们很快提高我们的开发效率 再次点击它